尊重一点中华民国 你就应该辞掉 不要把中华民国总统 当成副业 音乐人刘家昌 大骂侯友宜 代指选总统 两边都想顾 甚至撂下重话 你要坚持选 没有关系 现在要发动 罢免他 我们一定 联署的 一定要国民党退 刘家昌开呛 若侯友宜选到底 坚决不退 也不辞市长 就要展开联署罢免 连新北市民 也有话要说 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市长 就是做到一半就不做 不过根据选拔法 县市首长就职满一年 也就是12月25号 整个罢免程序才能启动 第一阶段门槛 需要3.3万份提议书 第二阶段 至少33.1万份联署书 最后投票 除了同一票 得大于不同一票 同一票还要超过 82.9万人 尽管门槛高 但网友们早蠢蠢欲动 脸书出现罢免侯友宜社团 网友发文一起罢了这只猴子 还有人说新北市民 希望明年罢免成真 而根据最新民调 赖清德以30% 稳坐第一 柯文哲23% 侯友宜又是老三 19% 郭台铭14% 而9月中的访美新 能否拉抬民调成为侯友宜 选情关键 在外交上面又没有做太好的表现 是舆论只会有个感觉 果然你就是不行 现在的罢免的那个气氛 还没有完全形成 但是只要剩下的几个月 有一个公共灾难 我相信这个罢免 应该是一定会呈信 对此侯金曼表示没有回应 不过距离侯友宜访美 只剩一个多星期 蓝军整合选情低迷 都还未见解放 如今罢侯已经有人名称 侯友宜未来之路 恐怕只会更加减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